家里有这种电动车充电器的朋友们 如果你的充电器用了一段时间 坏掉了 不能充电了 先不要着急把他们扔掉 也不要卖掉 充电器上有一个地方最容易出现问题 这也就是电动车充电器上的那一个通病 今天教大家一招 不用花一份钱 就能把它给修好 接着再用 首先操作第一步 先把充电器外壳拆开 拆开后呢 先分享一下第一种维修方法 当这个充电器通上282的电的时候 如果上面的纸灯不亮 像这种情况 大部分都是这条电源线的问题 首先要检查这个电源线 看它坏不坏 像这种坏了以后 大部分都是这个插头根部这块 最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给它换一条这样的电源线 就解决问题了 如果我们给这个电动车通上电后 上面的纸灯 这个是个红灯 然后这个是个绿灯 不能充电 怎么办呢 像这种情况 首先呢 先要检查一下 这块板上面 我们先主要就看一下 上面这些 大一点的电子元件 看一下有没有开焊 脱落 其实呢 像电动车充电器呢 有很多人习惯 把它放在车楼里面 就是电动车 车楼里面 车筐里面 然后在气氧的过程中 经常颠簸 时间长了以后 就很容易啊 把上面这些电子元件 特别啊 就是大的电子元件啊 这个焊点地方呢 就容易把它给弄开 如果发现开焊了以后呢 直接把它们焊一下 就可以解决问题 像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些大的电子元件呢 也并没有发现 上面有开焊 虚焊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充电器是有问题的 不能充电 好 现在咱们把它通热电了 看一下 上面这个看一下啊 红色指示灯已经亮了 咱们看啊 然后呢 这边这个灯 是个绿色指示灯 也亮着 客户说呢 当他把这个 插到充电器上的时候 然后这边还是亮绿灯 正常充电的时候 这边这个是 应该是红灯才对 可不说 总之呢 就是说不能充电 其实像这种情况呢 都是电动车 充电器的一个通病 呃 原因呢 都是啊 这条充电线 坏的是最多的 如果没有弯彪的朋友 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 其实呢 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呢 把它插在电动车上面以后 一般像这些线呢 坏了以后 一般都是这个根部 最容易坏 所以说外皮看着 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呢 在它的内部啊 铜线 已经断的差不多了 也有的就是彻底断了 首先呢 就是啊 判断方法 就是把它插在电动车上面 然后呢 轻轻的 呃 咱们呃 把弯彪达到直流的档位 然后测量一下 先看看啊 现在看 插在这上面以后呢 没有电压输出是吧 我们可以就这样 窝着表来判断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个弯彪 数字有没有变化 哎 看到没有 当我爸他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上面有56伏的电压 当我松手的时候 现在还有 你要稍等一下啊 来 看 现在就没有了 是吧 从这就可以判断出啊 就是这条线的问题 这个线坏掉呢 就是电脑车充电器 它的一个通病 然后呢 在家找一个电脑上的 或者啊 就是电风锅上的 用的这种电源线 如果能插上面去的情况下 可以用这条线 然后把这头剪断 然后接在里面就可以了 如果也没有这样的电线 怎么办呢 可以把这个根部这块剪断 然后重新接一下 长焦带就可以了 没有看明白的朋友们 记得收藏一下本视频 以防备用